王博被喊话下课,阳明保稳流队 辽宁队提出了申诉,而广萨队或将面临着追加惩罚 广东如今的第一外援更是锁定了将星流队 新赛季的杜丰要重新打造新一届的争夺冠军阵容 谈到接下来的CPA比拼,我们共同跟大家讨论一下三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如今的王博教练被直接喊话下课 而辽宁队的阳明主帅则是能够继续保稳新一届的主帅位置 当大家了解到王博时代领的广萨战队 很明显在第四场面对辽宁队被实现了大访操 而且输了整整20分 王博教练在现场的一些球迷迫于压力之下 他也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内心胶着的感受 因为包括了现场大部分的广萨队这边的球迷也好 还有包括了不少其他的球迷都纷纷喊话 王博应当下课 但是比赛还没有完全打完 浙江广萨战队还有第五场面对辽宁队的对决 所以这个时候针对不少人喊话王博下课的事情确实太过分了 而且做得有点过头 另一个方面王博为什么会被人去喊话下课呢 很明显是因为浙江广萨战队 原本凭借着比分上的优势 能够成功拿到第四场 但没有想到因为王博主教练过度用人 也使得胡金秋啊他的腿部呢受到伤病影响直接离开了 另外薛明辉更是中暑了 所以现在的浙江广萨战队团队的阵容受到很大的打击 王博呢如果说直接被淘汰的话 只能面临着下课 然后作为对比之下呢 据了解辽宁队这边的阳明主帅他的位置则非常保稳 因为呢根据了辽宁队这一边的团队战术阵容安排来看 哪怕说辽宁队最终没有能够拿到总冠军 但是辽宁队的阳明主帅呢 最起码能够继续保稳 下一届呢当任主教练的位置继续的保稳走下去 所以呢作为对比之下 双方的教练呢面临的压力啊是非常不一样的 如果说广萨战队输掉淘汰了 王博要面临着下课 而辽宁队呢哪怕说出局了 阳明主教练也就能够保稳他的主教练岗位 双方的这个竞争压力非常不同 第二个方面呢那就是浙江广萨战队呢 直接被投诉了 辽宁队也提出了申诉 那么接下来的西北以及姚明呢 或将对广萨战队追罚一定的惩罚 因为当大家了解到辽宁跟广萨最终打到了第四场 那么比赛过后呢就了解到 当辽宁队的主体成员 以及呢包括了教练组的团队 想要回归到更衣室回归到休息室 进行战术总结分析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时候辽宁队的这个休息室 已经呢被大门给锁住了 这也导致了现场的很多球员非常的郁闷 甚至有人大喊道啊 这是谁干的事情 很明显呢浙江广萨战队作为主场作战的队伍 那么这一次的举动也就是呢 提前把辽宁队的更衣室给锁上了 那么这一个做法呢明显做的不对的 毕竟呢辽宁队打完比赛 赢了整整20分之后 还要进行赛后总结 因此通过本届的季后赛对比之后 大家能够感受到 辽宁队这边呢也感受到了很大的不公 最了解 包括了辽宁队的这边也是提出了申诉 接下来那么广萨战队很可能会为他们的这个行为 这个举动呢去买单 说白了 在比赛的客场作战时 哪怕说呢 比赛打完了 但是呢最起码 你也要留出一个房间 留出一个休息室 给大家去进行总结吧 这样的一个门间都被直接给锁上 很明显的是做的相当不合理 不到位的 包括了如今西非的管理层以及呢 姚明作为带头人 必须得出手管一管 那么辽宁队既然提出了申诉 那么广萨这边 我们并不排除啊 或者呢会为这一次行为呢 做出一定的最佳惩罚 希望呢 接下来这种事情呢 不要再度发生了 最后的第三个方面 跟大家讨论到 广萨战队的第一外员 更是降低薪资 马上留下了球队当中 并且新一届的大外员呢 也即将做出调整 说白了 也就是包括马上布鲁克斯 他能够继续留下来 因为他个人的实力相当优秀 一个人的精彩打法呢 完全能够继续留队一年 而另外呢 萨巴兹他则是大赚了一笔 直接选择了回家 毕竟 萨巴兹一米九八的小前锋 他原本就是周芳宇啊 在关键时刻签约下来的一个临时合同 合同打完之后 他直接选择回家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另一个方面 还有包括了团队当中非常优秀的汉密尔顿 据了解 他也要被南京同系队的西洋丽江给挖走了 哪怕说呢 西洋丽江他没有挖到汉密尔顿 那么广路队的管理层也要做出关键的决策 说白了 把这名33岁的老将中锋给选择更换人选 广路队到底该不该合不合适更换汉密尔顿呢 其实从功劳荣誉来看呢 汉密尔顿本个赛季并没有帮助广路队打进四强 更没有争夺总冠军 哪怕说他个人的发挥水平相当平稳 相当优秀 而且搭档上的徐杰起到了很不错的内线防守进攻的作用 但是 一名大外援来到一个球队呢 目标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要争夺总冠军的 如果说拿不到CBA的总冠军 完成不了四强目标的争夺 那也只能够面临着被更换人选 被淘汰出去 作为对比之下 马上布鲁克斯呢 则是相对比较懂得做人做事 因为他是主动提出了降低薪资 留在广东红原队 本个赛季广路队未能够成功打进四强 跟马上布鲁克斯有很大的直接关系 因为马上布鲁克斯多次的持球进攻 包扩了外线的三分球 内线的突破 他都未能够把球给打进 未能够帮助广路队在关键时刻打进下一轮 因此马上布鲁克斯啊 还是缺乏了关键时刻的绝杀球能力 他跟威姆斯的能力非常不一样 如果广路队继续留下威姆斯 或许结果会很不一样 哪怕说广路队的杜峰周帆宇 把周鹏大队长给锁定留在球队 相信了最终广路队还是很有机会打进四强 冲击本赛季的冠军 但可惜没有果 杜峰周帆宇已经放弃掉了威姆斯跟周鹏 只能够说选择面对现实 而接下来留下马上布鲁克斯 新赛季再牵两位新的外援 相信广路队新一套的阵容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大家怎么看 留言答答您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